认真描写14岁小男生各种坏坏的想法 甚至让12岁的小女孩说出有些哑巴的 好话 虽然说我们不能以作品来衡量作者的为人 但你肯定会瞎意识觉得这个作者 怕不是个内心变态的臭宅男吧 然而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各位观众老爷你们好 我是阿里没饭 四月星翻我内心的糟糕念头 我愿称之为新时代逆向最萌 甚高差青春恋爱白皮书 火热播送中 也是在这个《糖与刀子互相质恨》中的春天 天平一端非常重要的砝码 动画改编自同名漫画 别看是看似简单的纯爱故事 其背后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秘形 而这漫画的作者 英景继雄 各种异文故事也是相当精彩 那么本期就来聊一聊 萝莉大师英景和这部 五年来最好看的青春俏园恋爱 你说最好看就是最好看的了 会指教 你可怎么把会议高墓孤独摇滚放在眼里 哎这个孤独摇滚不是恋爱 我看就是小孩打车的秘宅而已 没看过漫画了 没看过怎么啦 油滚看完回来再说了 猫子不看刀版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 Bookwalker 宅明最爱的中文电子书平台 Bookwalker春季新翻联动再开 除了我内心的糟糕念头 还有本期大热的我推的孩子 地狱乐以及天国大魔镜 十多部正版漫画清小说 通通七九折 如果这还不能让你心动 影片下方找到范某密质一百元优惠券 拿到手就能解 动画改编的好语不好 看过原作再来兑现 安心的磕下去吧 开头提到的两部作品呢 其一明显是我内心的糟糕念头 而另一部叫做《超元气三姐妹》 同样原作者是英锦继雄 那么这位英锦丧到底是何许人也 让我们带着悬念 带个几苦鼻啊 开啊 这个很普通没什么嘛 漫画家是不是美女这件事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但是不确立这个设定 下面很多介绍就会变成吹牛皮 所以范某也是撸起袖子 好好调查了一番 嗯 什么破烂玩意儿 垃圾 不幸的是 关于英锦小姐的影像资料非常少 除了流传最广的 这一张青春少女的照片 还有一张貌似是在海边的小吃摊 吃面的随拍 清晰度差也就罢了 杯子还怼脸 另外你在网上还能找到这一张 这一张议文 各种意义上的危险 情感上我们希望老师就这样谈好了 但理智告诉我们 不要被波涛蒙蔽了双眼 况且我用Google去搜索的时候 谈出来的都是韩文 以此判断 可信度不高 先把这张pass吧 还是在 那么另外两张 特别是这一张书桌前的照片 据传是早年从老师的个人block中流出的 这个个人block无法考证 而英锦桑的公式block也只能翻到06年 感觉之前还有内容 但也追查不能 于是英镜丧是否就是照片中的妹子 其本人从未表态 也就成为了类似美人作家的都市传说 不过注意看 妹子手上拿着的疑似是画分镜 Name的本子 以及书桌上这个配套的小音箱是Logic 3 iStation 稍作调查就能发现 它是只能支持iPod Nano第一代 所以可以确定这张照片大概是在05到06年 这样看上去照片里妹子的年纪 就和刚刚年满20岁的英镜老师相符 配合其他的一些小道消息 范某个人判断这张照片的真实度有9成 至少老师是女孩子这件事是铁定没错的 1985年7月1日 英镜匠出身在大东京圈的祁玉县上尾时 家里排好老二 有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姐姐 据说从小就是附近闻名的美少女 真名写作真美读作Nami 父母很会啊 但是日后笔名读作英镜Nolio 但不知道怎么递这个憨字就写成了技术 91年上小学一年纪的英镜匠正式入坑 而为他受洗的这一部 就是当时云集了各路演出原画大神的名作 蜡笔小星 一颗搞笑漫画的种子 从此在萝莉心中扎了根 99年尽管在学校里很受欢迎 原因可想而知满 但14岁的英镜匠立志成为漫画家 在课堂上藏在教科书后面偷偷学习 普安铁金家族 心思完全放到漫画上的他 成绩便开始自由落铁 之后升上了一所普通高中 开始染发打耳洞 就是正常的叛逆期了 但这段时间唯独没有改变的 就是画漫画 有一个小段子是 英镜匠那段时候在面包店里打工 因为舍不得丢掉卖剩下的食物 索性就全都吃了 结果什么事都没有 请尊重以下三次元 当然是迅速变圆了 注意这是要考的 02年17岁还在读高二的英镜 以英镜Norio为名 开始向各路杂志社疯狂投稿 第一编名为四养缘与兔子 湿沉大海 但是第二篇 皮诺曹虽然没有进入优胜组 但被评委了最后的候选作品 并负有3万日元的奖励 英镜 我觉得我醒了 接着又很快的投稿了第三篇 第四篇 爆死 连个回信都没有 但是妹子没有气馁 继续化 在夸张搞笑的技能点上是越跌越高 时间来到2003年终于第五天 扫除的时间 亦许拿下了少年Jump第58届 赤装奖中的荣誉奖 并稍后刊登在了少年Jump 2003年28号上 英镜将自此漫画家正式出道 在刊载的故事最后 英镜还留言道 恭候您的不平 不满和抱怨 但本人还只是个高中生 所以请温柔一点哦 哎呦我的天哪 童年稍晚 短片Kidney Trouble 获得了周刊少年Champing 第六首回的新人特别奖 随后不久 英镜便借着势头 开始在Champing上连载 他的首部长篇漫画 抓狂学校 在此期间 估计是编辑牵线 英镜将受邀参观了 同样在Champing上连载的 普安铁金家族作者 冰刚贤子的工作室 追星成功 而冰刚嗓对于英镜是大加赞赏 你说工作室里突然冒失来个 18岁信任小美女 还是你粉丝 除了夸还有别的选项吗 是是是 2005年抓狂学校完结 此时无论是画迹 还是作为漫画师的经验 都大幅提升的英镜将 终于在20岁的艾口迎来了自己 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重量级作品 超元气三姐妹 将围绕完景家的三位 小学六年级三胞胎姐妹 吃货的S却老是上当遭迫害的 长女三叶 肌肉发达天真烂漫 却特别着迷于欧派的次女二叶 处世成文老辣不多话爱看书 But是小黄叔的 妖美一夜而展开的爆笑日常故事 那听这个简介 相信你也能改到啊 这个故事充斥着大量的 不可言说需要打码 放今天哪个UP敢做剧情解读 分分钟胸脊被带走的 非常牙白的哄哄笑话 但是大家要明白啊 讲哄笑话不是真狗 日常被迫害的班导镇中要害 暗恋的保健老师 没戴眼镜过来查看伤情 一句 你是四年级的吧 让老师当场射死 三姐妹的老父亲 见说而中后 但因为行为举动 阴差阳错 太像吃汗而被学校围剿 二叶带头要摸一叶的 几酷B 其实是他脸上长出的 大颗青春痘 透过这些已经快沦为 时代眼泪的欢乐黄游 内容中更多是 阴景匠各种离奇的脑洞 以及悄悄融入其中的 家乡那美好田式的小镇风光 去搜尚伟师的名人 能看到top the list 就是阴景匠 可见家乡的父老乡亲 对他的贡献还是很感激的 2010年 超元七三姐妹TV动画画 并在七月播送第一季 次年播送了第二季 动画公司Bridge 当时刚刚制作了几百集的 Kerolo君槽 高效手感热的发烫 监督请到了日常片之神 泰天雅燕 而他也是刚刚完成了 男家三姐妹的指导工作 三姐妹的手感也是热的发烫 至于声忧 放眼看过去都熟的发烫 于是乎 我就不用再多安利了嘛 前面的画面足以说明问题 如果你最近觉得了然无趣 生活缺乏情趣 我只欢乐 不妨来试试这部 不能算老番吧 前提是 你不是这个人 超元七三姐妹 连载到2017年宣告完结 故事最终348话 殷景老师讲了十来年 无女棒格局小了 叫一声巫妖王 应该不过分吧 不过在2012年前后 连载中断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 时间刚好够 娶个老公 生个孩子出去玩一圈之类的 所以殷景将八成已经已婚了 就收起你们那些龌龊的想法 2016年电影《疯狂动物城》在日本上映 Furicor特别喜欢作品的殷景将 萌发了描写男女之间关系的想法 这什么老会玩 经过一年的准备 也是在期间上去创作另外一部作品 《略略略》 18年的3月份 我心中糟糕的念头 也有翻译成 我心中危险的东西 总之 我就是个变态 正是在周刊少年长篇上连载 就结果而言 无疑这一部描写 14岁中二小男生和同班 爱吃零食发育超纲的 漂亮女同学的青涩爱情故事 取得了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巨大成功 19年这本漫画真厉害 男性主第三位 2020年下一部人气漫画大赏 外部漫画部门第一名 同年Anime Japan 2021 最希望动画画漫画排行榜第一位 拿奖之鱼 漫画在没有动画加持的情况下 前期卷的销量就突破了230万部 对于一部校园恋爱作品来说 已经是非常惊艳的数字了 不过回到连载最初 就算是已经成功连载十余年的大经验者 阴景匠还是非常忐忑 我真的可以画好漂亮的 甜美的 不抹黄油的女孩子吗 而阴景这样的解决方式也很直接 抄 在Facebook Twitter Pixv上 看到有人画出漂亮的妹子 阴景就截图下来临摹 眼睛好看 画眼睛 动作可爱 抄动作 然后再把他们全部丢给故事女主山田 去深沉融合 虽然讲起来蛮奇怪的 这不就是人形AI吗 不管怎么说吧 作为漫画读者的我确实感觉到了 阴景老师刻画人物 特别是女主山田的记忆快速提高 加上早已练到满级的吃货研绎 配合山田和男主四川慢慢升温的感情 故事前下就 哎这是啥呀 天天杀了杀去的 不咋甜呢 到后面啊 我操没看完一画 我都要去刷牙 说回男主四川 虽然阴景这样不怎么画男生 但意外的处理起来容易得多 那个杀人大百科是真实存在的 我很爱看 就是四川的性格吧 和阴景就是一模一样 都是变态 回过头来想想 校花级别的山田 他的处世为人 阴景可以从自己上学时的亲身体验中获取 而有点坏掉的内心系特别足的四川 则是他内心乌妖王的投影 冲一发什么的 也许不了解的观众会老脸一红 纯爱漫画里搞这个 但对于阴景将来说 这连赛牙风都不够啊 自己和自己谈恋爱 这个距离感的难眠 见者扭成麻花 也就不奇怪了 我们了解过很多漫画大师 什么伟田荣一郎 两点睡觉 五点起床 全年车轮转 早年腰间盘还缩着的 傅间一搏 一周只睡八个小时 无敌爆肝的呢 职业漫画家 总给人一种不成功变成人的 悲壮的理想主义色彩 而阴景小姐 虽然体量上比不了前面这些大师 但也绝对是小领域的王者 就表现得随性很多 她不仅在杂志里画 还在博客里画 在推特上画 十二精致 十二涂鸦 十二和金钱 没有半毛钱关系 前段时间还爆出来 她在PICCV上大好画不够 建了个小好画自己作品的本子 结果还有一部小新卖出去了 真不愧是你啊 不要有异物感 想画的时候就画 然后投稿 说的没错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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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